中二選區它畢竟你知道 它是一個搖擺區 選民的投票屬性不太一定的 那難道真的不在乎這些嗎 尤其就是說 你看疫苗接種後 猝死已經突破了千人 那你感覺起來好像 有一種觀感 就是說你對這件事情不聞不問 那我怎麼期待你日後 可以來服務選民 鬼才相信 董哥 其實你如果知道這個地基的服務 當然嚴格是沒有話講 無與倫比 那當然 我跟原清標跟原坤人都熟識 我非常知道他們的服務 那講的東西 其實我在看的就是 它整個集市 那整個集市 你如果以現在來看的話 就是 為什麼原家現在會陷入常考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想的問題 他們也絕對都想 如果我們原家推人出來會贏 早早就宣布了 不會拖 那知道說贏的機會好像 好像沒有那麼大 一敗敗這樣子 那就要考慮到說 如果這一帳輸了 那2024年 我們是不是應該把他贏回來 那就很簡單啊 你原坤人要不要跳下去 等待輸 那2024年你再回來 把他選回來 這個就 就比較理所當然啊 就會變比較這樣 可是 他裡面也當然有一些問題啊 地方會說 贏也是你輸也是你 你是永遠的候選人 會有這樣 但是我覺得這個 在整個73個選區 同時選的名 2024年的時候 其實這個是不用怕 你不用怕 因為我們知道 原先民哥自己本身 他也是走過大風大浪 他過去被一清端爛抓去 後代表這些也都不可避免 他有兩個太太也不可避免 可是他就是一個漢子嘛 他說我知道很多人攻擊我 他讓兩個太太站兩邊 他說我們兩個就出來講 結果沒有人攻擊他 就是說這種漢子 反而讓大家覺得佩服啦 不會有些人說 哎呀那是同事的 同事的那個對不對 同事跟前男友生的 或什麼那些東西 都在抖抖閃閃 我講他就是一個坦白的人 那他也不會否認說 他過去做過哪些事情 曾經也因為喝花酒 在當立委的時候被抓去關 這些都是事實嘛 你沒辦法去 但是你今天要看說地方服務的話 你需不需要他 是覺得很需要 我今天上午碰到我一個報社的同事 就聯合報的攝影記者 他我騎摩托他遠遠看到 他就把我攔住抓住我 很巧非常巧 他說哇講到阿彪 他就很很興奮 他說921他被報社拍去 拍去幹嘛呢 拍去說原青彪那時候還不是立委 是一個地方議員 他想說離山都斷了 然後他就自己租了一個直升機 去那邊送東西你知道嗎 結果我這個同事他姓吳 他是攝影 他說他印象非常深刻為什麼 因為他那時候找到機會 跟他上飛機 結果飛機飛到那裡的時候 他說雲來了 那個駕駛員就說不行 沒辦法降落會很危險 嚴青彪拍著他駕駛員說 如果出事我背著死啦 我陪你死有什麼怕的 那個駕駛員只好就硬著頭皮開 開了他們到一個學校的操場 然後下面就很多人在揮索 看到直升機器 他就把很多東西先丟下去了 然後到了操場之後那些物資什麼 所有物資的錢所有租飛 直升機的錢所有東西全部他出 他說這個人就是破例 就說讓人感動 雖然他有非常多 大家認為說什麼黑道啊 或什麼樣的背景 但是他已經不是 他現在已經是專門在 替馬祖做善事的人嘛 他說我們他就很感慨 我這個同事也退休了 他說他就很感慨啊 他說其實我們大家選這麼多 民意代表不是要替我們做事的嗎 那如果是替我們做事 又不懂作秀的人 為什麼不挺他 我把他上午的話轉告 但是我為什麼剛剛會講說 因為民進黨現在他整個市 都在民進黨這裡 有時候選舉是看一個市 就是說譬如說韓國瑜那時候被罷免 我們就知道他一定罷免成功 一定罷免成功 就是因為他就是一個市嘛 那這個市下來的話 變成很多人去投票或怎麼樣 你就變成沒辦法去阻止 有時候選舉就是看這種風向 那我覺得說當然 你現在碰到的情況 就是他現在很難選擇 他沒辦法 今年隨便找一個人來陪葬 那如果你找不到人陪葬的話 你要自己往前去跳 跳了以後即使輸了 我雖敗猶榮 那2024年大家覺得說你在积極經營 爭取更多的選民 因為他的服務是很雜事 無與倫比的 那我覺得說 你變成要考慮說 有時候在江湖上 就是標哥有時候在江湖上 你不能考慮都是贏的啦 對 你有時候要讓給別人贏 你知道嗎 有時候讓別人贏 贏一次你再拿回來沒有什麼問題 那你要去檢討這一次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這個也是時事啊 沒辦法 結果他整個是蔡英文 他現在在有一個公投案 所以他們會請全力 那大家都希望能夠這請全力 裡面還有一個很大的因素 這一仗如果民進黨打贏的話 他們台中要把盧秀燕這個位置拿回來 他們就覺得說至少金星大正 都有非常多考慮的因素 甚至臨場走你們就霸眼不成 因為這回我們贏了 所以所有東西都卡在一塊 那林靜宇這一仗 是我剛剛林林總總手講的裡面 林進黨最容易打贏的 所以他一定請全力 他公投可能輸 林常佐罷免可能夠 盧秀燕他贏也很難 可是只有這一個他機會是最大的 他一定會請全力 那講到林常佐罷免可能過 對 包括了這個我們講的剛剛董事說 問政服務 林常佐他自評 這是公都盟 全國第一名立委 結果公都盟就出來打臉了 說沒有沒有 我沒有什麼全國第一名的好不好 這個他們只有三項指標 分別是優秀一般和待觀察 那這個部分林常佐的說法是 某一項評鑑的分數是最高的 不管怎麼樣 那很多人就說 他這個是往自己臉上貼金 那現在被打臉了不是更糗嗎 可是我覺得他好像也不能不這樣做 因為下一個被罷免的可能就是他 其實公都盟他的評鑑 他比較偏綠 但有人覺得很綠 那他就是用出席簽到 對 就相關這些數據 那我先跟大家回憶一下 根據公都盟的評鑑 陳柏惟在很多的評鑑也都是優秀 還可以講說他是全國第一 大家都全國第一 而且其實公都盟他的那個評鑑 是其中一個參考 可是你看像口袋國會 你不要只有看一個 我是覺得大家就看多少 而且最好就是你自己上網去看 現在慢慢的資訊投屏 立面公報 那個投票到底誰贊成誰反對 誰在那個投票過程當中 發現內容是什麼 這個把它調出來看嘛 所以我先前跟大家講 民進黨一直告訴你 2012年7月5號Codex有了 瘦肉精萊克多巴胺的這個殘餘標準 10PPB之後呢 他就已經改變說 我們可以接受萊肉萊豬了 可是問題是7月5號過了以後 7月8號孫生昌發表尊重國際標準 7月25民進黨45個立委 還通通投反對啊 所以你要去看那個立院公報 你的內容 所以我這邊不跟大家爭論 林總統是好的立委還是不好的立委 現在重點在於 他在國會的表現 有過去的立院的投票跟公報 還有這些紀錄 大家可以去看 但是一個立委好或不好 不是看立院的成績 或是誰收到好不好 還有包含他地方的選民服務 地方的選民服務 在我們現在目前單一選區兩票制的 新國會113期狀況之下很重要 他等於是地方的大議員啊 國會的立委到了地方變成大議員 你不回去跑選區 人家看不到你就沒辦法 所以當很多的立委他是走 我常常上節目 我常常有臉書PO文很多人按讚 可是地方選民找不到你的時候 一旦被提出罷免案 全權倒肉25% 有25%你覺得說 我常常不看烈人啊 我感覺你都沒辦法說的 我沒看到烈人 不過我看到你在電視面上 沒辦法說 所以我就把你罷掉 需要什麼理由呢 那林昌佐他的硬傷 我剛剛陳柏惟硬傷是地方 沒有買疫苗 他投了反對票 你說有沒有傷 最後只有看起來有傷 那林昌佐的硬傷呢 就是萬華被全台灣人都眼睛 溢色眼睛看 哎呀萬華是破口啊 萬華的那個民眾健保卡都被註記 想要到外面去看 因為你在萬華看一看 要感冒了嘛 看醫生都可以 跑到士林北投去看的時候 醫院一看 健保卡一樓 不好意思你回去萬華看好不好 因為你這被註記耶 你是基本上是那個被管控的 萬華人覺得被羞辱的時候 只有賊人出來看他們說話 就是林昌佐你沒有 你只想要K柯文哲還被東哥嗆堵 我相信觀眾朋友 我這邊先做個小小預言 我相信林昌佐應該會想盡辦法 把那個當天嗆他的那個東哥 環南市場的自治會的那個理事長 在罷免案之前出來跟他一起 哎呀沒啦 東哥也是又停歪 你看得好了 我相信他會的啦 他辦得到 而且我覺得他辦得到 因為本來東哥就是 而且東哥也回去 對啊 而且董哥也這樣想對不對 董哥會去嗎 董哥不會去嗎 我說東哥會去 對啊嚇我一跳 我是董哥會去挺林昌佐 董哥要是幫林昌佐站台 我就麻煩 所以師傅也認同 對不對 你看董哥也認為說 因為我跟你講 東哥也是屬於那種比較 比較怎麼講 就是阿沙琳 我那一天覺得你真的是 疫情沒有替我們環南講話 我看你很不爽我就把你幹掉 可是等到你有困難的時候 好啦我再跟你收聽 我覺得可能也是會有的 好所以每一個局都在變化 很多網友在留言會有在看啊 哎呀你都一直沒有信心什麼的 很多事情不是只有喊會贏就好了 你要知道每一個選舉 每一個罷免每一個功德 它的爭執點在哪裡 你了解要害在哪裡 才能夠把那個要害除掉 這個是我在評論事情的時候 把兩面都聚成的本意 也希望大家能夠理解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就會更強大